鄭安琪今天就出席電訊公司的發佈會 未來同老公張繼聰還會首度同台演出 連K也說覺得很難得 其實我們工作一向都是很獨立 大家各自都為自己的工作有很多的方向 所以其實很少遇到 又不是抗拒或者特意不一起工作 只不過是很少機會 可能因為他集中在拍攝 拍電影 之前拍劇 他比較多工作是拍戲 我就專注在音樂那裡 其實很少機會會碰到 所以這次這樣得得意意碰到也挺開心 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 兩夫妻一起出一首合唱歌呢? 我曾經有想過如果他再做專輯 可能會不會在他的歌曲裏面 其實之前都有想過 但真的沒有合適的機會 因為我們的音樂風格是挺不類近的 其實一直以來 無論題材還是編曲 很多東西都不太相近 所以一直都沒有合作機會 又不是特意 但是適合先 剛剛過了五二零 張繼聰日有沒有為阿K 準備什麼驚喜 他是有很多鬼主義的 但是我們昨天又沒有特意 五二零的行動 我們也是很日常的 早上約一起去做健身 對 我們可能在生活細節裏面 五二零